华晨宇为何突围成功?原来这么自私,当年张杰杨宗伟也这么做。 歌手2018不久前刚结束了突围赛,但是观众们发现晋级的歌手们都是选择靠后唱的,这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自私的一面。 晋级的四个人中,李全是倒数第四,霍尊是倒数第三,腾戈尔是倒数第二,华晨宇是最后一个演唱的。 他们所选择的演唱顺序都是他们所能选择中最好的,最终也只有他们四个靠后演唱的晋级了。 而且前面五季的歌手中,杨宗伟、张杰、李健、张信哲他们也是选择了靠后演唱的位置,最终都进入了总决赛。 第一季,杨宗伟,复活赛。 在第一季的《我是歌手》中,参与歌手只有五个人,分别是杨宗伟、沙宝亮、皇冠忠、尚文杰、陈明。 在复活赛时是五进一,还是比较残酷的。最终杨宗伟在倒数第二个演唱,并且复活成功。 第二季,曹阁、张杰、倩拉、突围赛。 在第二季的《我是歌手》中,复活赛改变规则为突围赛。 七进三的概率,七个人分别是韦雷、曹阁、品官、动力火车、张杰、满文军、倩拉。 最终倩拉、张杰、曹阁晋级成功。 其中倩拉最后一个演唱,张杰是倒数第三,曹阁是第二个演唱。 不得不说,曹阁真的是实力唱江,尽管在一个不怎么好的演唱位置,但还是可以成功晋级。 第三季,谭维维、李健、郑纯元、胡彦斌、突围赛。 第三季的《我是歌手》参与的人数还是非常多的,这一次的突围赛变成了九进四。 最终李健、最后一个演唱,郑纯元、倒数第三,谭维维、倒数第四,胡彦斌、倒数第五,四人晋级。 第四季,张信哲、荣祖儿、老郎、突围赛。 第四季,是十进三,这次是有史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,也是晋级概率最小的一次。 同样,靠后演唱的三位歌手晋级,分别是张信哲、荣祖儿、老郎。 第五季,张碧晨、袁雅维、李健、林志炫、张杰、突围赛。 第五季与前几季有些不同,它分为两场,一场突围赛、一场半决赛。 也是十进三,最终光良,第一个,梁博,第二个,侧田,第七个,最先被淘汰。 在半决赛中,彭佳慧与杜丽莎继而被淘汰。 最终的总决赛还剩下八位歌手,尽管彭佳慧与杜丽莎被淘汰了,可他们依然是有反常表演,十分精彩。 所以说,在歌手中最后一个演唱的,都会获得很好的成绩,甚至好几个拿了第一。 所以华晨鱼选择在最后一个演唱,大家对此无可非议。 并且在前两位演唱的人,都没有突围成功,可见演唱顺序还是很重要的。